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可以觀察到 互不適的想法的一個主要的背景 就是歐洲的宗教戰爭 還有絕對王權的興起 和傳統封建貴族之間的衝突 那中間也夾帶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 所以是宗教戰爭的衝突 加上這個政治上的衝突 然後造成了各種歐洲的國際 國內或者是跨國的戰爭 那或不是嘗試的解決方法 他走了這條思想上的路線 被認為是後來自由主義的一個起源 就我們當代講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 那自由主義有很多的這個 也不知道有幾個非常核心的主要原則 那第一個原則就是自由主義試圖要去 處理宗教衝突 價值衝突 文化衝突 還有這個當代可能有文明衝突 或者也有認同上的衝突 包括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個 同性婚姻 也是某種非常激烈的認同上的衝突 那自由主義的 他是一套政治上的原則和理念 那在整個這個歐洲宗教戰爭的這個背景中出現 那霍布什大概是被認為是一個 他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創始者之一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他試著處理宗教衝突 還有政治衝突的這條路線啊 他後來成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一個 主要路線之一這樣 那這些路線都或多或少 有一定程度的這個相似性 那當然也有這個起義信仰 就是政府呢他的主要目的 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世俗的目的 比如說和平和安全 那他在宗教衝突的立場當中 他是不去特別去推動某一種特別的教義這樣 他原則上必須要保持中立 那當然就是演變出大家後來比較熟悉的 政教分離等等等等的這個想法這樣 那當在自由主義者事實上 在這個宗教中立上面 非常受到非常嚴格的這個挑戰這樣 因為看起來好像已經中立的現代國家 包括婚姻制度 他可能其實是不是中立的 比如說信仰伊斯蘭宗教的人們 他們如果移民到歐洲去 他們常常會發現 歐洲很多自以為是中立的國家的 主要的政治制度 社會制度 事實上都是偏向基督教的 他並沒有真正的在基督教 和穆斯林之間是中立的 好比說像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不是完全中立 大家可以很想看 對基督教徒來說 他們一定會認為言論自由是完全中立的 因為這個是他們在一個 血腥長期的宗教從土當中 慢慢建立起來一個最珍貴的一種自由這樣 霍布斯和洛克他們都不斷的在 在努力的在對抗這個政府 對言論自由的干預這樣 所以大體上當代的自由主義國家 會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處理宗教衝突 認同衝突 文化衝突的一個基本原則這樣 不過大家也可以發現你看 像這個之前發生的 法國的某一個報紙 他們可能用漫畫去諷刺 或是去嘲笑某些穆斯林的practice 或是某些他們的信仰這樣 那這個對基督徒來說 對自由主義國家來說 是一個宗教自由的一個表現 而且諷刺幽默本身 事實上可以疏解政治緊張 然後化解很多衝突這樣 他們可能這樣相信 可是對於穆斯林來說沒有啊 你們這樣的一種態度 事實上就是對我們這個宗教的 某一種很嚴重的這個侵犯這樣 對不對 而且甚至一些比較傳統 太的穆斯林會認為說 政教合一本來就是穆斯林的傳統 你怎麼可能去想像一個政治的底下 是沒有宗教的這樣 這個想法其實在洛克 洛克事實上也是這樣想的 洛克認為說政治一個世俗的一個政府 雖然是為了世俗的目的而存在 可是如果他最根本最根本的基礎 不是一個對神的信仰的話 洛克也不認為這個世俗的政府 世俗的政治之地是有可能能夠穩定存在的這樣 所以這個自由主義的政教分離 一個更特殊的一個宗教中立的原則 在這個政教分離上 他可能就遇到了穆斯林的這個挑戰 那你自由主義這樣一個意識形態 這樣一個理念 有沒有可能真正去處理 當代我們面臨更多的這個 更細微的 更精緻的 更複雜的 這個認同衝突 文明衝突 文化衝突的這個挑戰 那當代的這個 說我們台灣現在討論的這個 同性婚姻 他完全是在這樣的一個衝突底下 是可以去理解的 我們可以看那個時候 或不是那個時代他們會怎麼看待這個 政府要怎麼去干預或是不干預 宗教或是政治上的這個理念或者是衝突 我們可以來看基督徒們是怎麼想的 我們要參加的基督徒這樣 好 所以我大概會認為說 有一塊領域 這塊領域是神 他很明確的意志表示 有一塊領域是非常明確的 屬於神的意志表示的範圍 那他多半是基督在聖經上面 就是上帝或者是耶穌直接講的話語 然後直接這個表現的行為 所以他可能是review的 review就是說這是上帝直接透露的他的意志 那他可能是natural的 上帝的意志他呈現在這個自然事物的 發生的某些事件或是秩序當中這樣 不過在聖經上 我們多半可以找到諸師馬跡 這就是上帝明確的這個意志的表示 那這個領域啊 在霍布斯17 18他們的那個時代 是會認為說這個政府越少干預 政府是幾乎是無法干預的 就如果是一個上帝直接明確的意志的表示的話 那我們再來 那所以這個領域啊 並不是人類的斟酌人類的理性 可以去介入的這個範圍這樣 可是除了這一塊領域之外啊 有一塊他其他的領域啊 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可以這個行動 或是思考的其他領域啊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human discretion 他是屬於人類可以斟酌思考 和選擇的領域 人類的human discretion 那有趣的地方是啊 human discretion這個領域裡面啊 有一個地方啊 他是宗教的practices 或者是這個ceremonies 或是這個儀式 或是祈禱溫 等等等等這樣 宗教的practices 比如說你婚姻 你婚姻的時候你用什麼方式結婚 那你們念的這個婚姻的誓言是什麼 然後是什麼樣子的神父未接人在為你征婚 或是你出生的時候你受洗的儀式是什麼 你死亡的時候你的這個儀式是什麼這樣 那這些對基督徒來說都非常的重要這樣 那還有你每天早上幾點禱告 祈禱文是什麼 禮拜天還是禮拜六聚會 有些基督徒是堅持禮拜六放假的 有些基督徒是禮拜天放假這樣 會因為教會而不一定這樣 所以會有這個 宗教上的practices 宗教上的practices上面 然後這個會有教派上的衝突 不同的教派會做不同的主張這樣 那因為沒有上帝直接意志的表示 所以它事實上是屬於human discretion的範圍這樣 那各個教派就會認為說 依照我們這個非常認真的 這個理性的閱讀和討論 我們對信仰的等等等等 或是上帝的某種特別對我們的這個揭露這樣 所以我們會對於什麼樣的宗教儀式有特別的堅持 所以會有這一塊 它特別是practices 如果你只是believe 如果你只是純粹的內心中的信仰 純粹的believe 我們大概也很難管到你這樣 大家都管不到 沒有人真的能管到你內心真正在想什麼 這個政府也管不到你 或者是這個 教會也管不到你 事實上是管得到的 這其實更複雜 我如果把你身邊可以每天看到的資訊 做了某種操弄或者某種移除 我就會管到你的內心了這樣 那是間接的管道這樣 不過最關鍵的還是 我到底每天 每個禮拜 我出生死亡結婚 我的那些儀式是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這塊領域有非常非常激烈的宗教衝突 每個教派都有不同的這個堅持這樣 那這個要怎麼辦 那我們再往這邊推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塊領域 是霍布斯認為的 這一塊領域他把它叫做 stability和peace 政治上的穩定和和平 對不對 那 畫藍色 那還有一塊領域啊 這塊領域可能這個 是這個 政治上的各種理念 和 doctrines 對不對 然後甚至有這個practice上面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意見和衝突 或不是認為這塊領域可以獨立出來看待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或不是會認為說大家很難 有彼此的共識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塊東西裡面 就會有所謂的republican freedom 該不該是我們主要的政治制度 共和上的自由 每個人都能夠參與政府 平等的參與政府 這樣 還有 人權 對護士來說人權啊 他要求非常高的 對人平等尊嚴的這個尊敬 這樣 這件事情跟和平和穩定 或者護士來說可能有關係 可能沒有關係 可是不一定 所以我們先把它獨立出來 所以他會把人權放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生活中 那還有其他的世俗的 各種各樣的這個生活的領域這樣 在這裡這樣 對不對 那對護士來說 他會認為說 雖然我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要保護這一塊 可是我基於這一塊 我成立的這個政府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護這一塊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護這一塊 他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推動哪一個宗教上的教義 或是哪一個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 都不是 就是要保護這一塊 可是都會不會再說 你光是為了要保護這一塊啊 他就必須要有最高 而且不可分割的權力 是可以去管每一塊 每一塊只要他會影響到和平和穩定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就可以下去管 所以雖然 或不是政府的基本的存在的目的和職能 事實上是比當代政府小很多的 他只能夠管和平和穩定 可是光是和平和穩定 就讓他成為一個 那個時代 或是我們這個時候會不會成為 是一個絕對王權的一個支持者 絕對國家權力的一個支持者這樣 他是絕對的 因為當他決定說 你說的這句話 我覺得跟和平和安全有關 所以你不能講 你閉嘴 你就必須要聽他的 雖然他只能夠基於和平和穩定去管理大家 可是他可以決定什麼事情 是屬於和平和穩定的這個範圍這樣 也因此他的權力是最高的 他是最終極的判準 什麼是和平和穩定的範圍 你這個宗教這樣這樣這樣做 那霍布斯就說你如果不影響和平和穩定 我不太管你這樣 可是如果我覺得你影響和平和穩定 我就可以管你這樣 所以這個government 對或者這個state 對護士來說 他同時擁有了這個世俗的見 還有教會的權柄 所謂教會的權柄 其實他其實就是為了世俗的穩定和和平 我可以去干預 原則上我可以去干預 任何的這個宗教上的教義這樣 這是霍布斯這樣 那大家要更小心就是說 霍布斯他不是單純的說 哎呀因為每個人都怕死啊 所以大家一定會把和平擺優先啊 所以政府為了和平而去統治 大家大家都會同意啊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人都民不畏死這樣 為了宗教上的practice 堅持是什麼 我會跟你殺的死去活來 而且我跟你在打仗的時候 所以我如果死掉 我生的是光榮的死去 因為我是上帝的士兵一樣 我是上帝的這個 為了上帝而打仗 所以死掉對我來說 價值 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這樣 我是為了更高的這個上帝的目的 要跟你打的死去活來這樣 對不對 那共和主義者也是啊 很多共和主義者說為了這個自由 我可以拋頭如撒熱血這樣 所以事實上大家不會認為怕死 或者是說為了死亡 為了會死掉和平這件事情 我不需要把我所有其他的價值 擺在比較後面的位置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或不是要怎麼說服他們 或不是要怎麼說服他們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民不畏死啊 那你如果光是藉由簡單的對死亡的恐懼 想要去動賀他們去遵守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絕對的政府 然後政府只是因為和平穩定有存在的話 這樣政治去怎麼可能有可能維持 因為我其實就是民不畏死啊 我根本就不害怕 你大棒子可能把我打死的這個危險 我就是還是照衝這樣 對 那你這個政府 其實擁有這麼強大的世俗的力量 我還是不會被你動賀 而不去做你覺得這個 我不該做去做的這個事情啊 對不對 其中一個或不適得幫他解套的方法 是這樣子 他講的人要脫離的狀態 不只是一個隨時會暴食的狀態 他講人要脫離的狀態是 人與人 每個人都相互為戰的狀態 就是all against all 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之間 都處在一個戰爭狀態這樣 只要沒有一個政府的存在 你看到的內戰就是長這個樣子 事實上是我們看到了美國內戰 英國內戰 任何一個地方 現在非都可能落國家的內戰 就是這個樣子 他非常非常的殘酷血腥這樣 你隨時都處在一個 跟別人會處在一個 戰爭狀態的一個激烈的環境裡面這樣 然後最故事來說 在一個這種戰爭狀態裡面啊 沒有任何人為的努力的結果 是可以被累積的 所以每個人都會放棄去做任何的努力 所以文明會消失 然後你所有的這個 人類所有文明的各種努力 其實大家都不會再去做 所以整個世界會變荒蕪這樣 這意思是說啊 好 你是一個民不怕死的一個 一個宗教的信徒 你是一個民不怕死的一個 這個民主自由的一個支持者這樣 你很敢衝很敢死這樣 可是在自然狀態裡面啊 你就連做一個教徒 你都無法做成這樣 因為人與人為戰的一個激烈狀態之下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做宗教的機會對不對 你也沒有機會禱告 那你沒有機會和人這個 這個形成一個宗教的一個小社群 然後每個禮拜這樣 這樣一個聚會和祈禱這樣 那你作為一個共和主義的這個支持者 共和主義的一個支持者 你也是啊 你就連跟你的共和主義的朋友們 想要集體合作 要去這個推翻政府的那個努力 都不存在 所有人為的努力都不存在 都不可能能夠穩定的存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只是你死亡這件事情在威脅你 而是你作為一個共和主義者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努力 都無法持續下去這樣 這才是一個自然狀態 政治狀態對人最嚴重的威脅 所以每個人都會想要離開那個狀態這樣 即使你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對不對 或不是最深的東西應該是這個東西 而不只是怕死這麼單純的東西這樣 所以你看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去問這些問題 或不是真的很有說服力嗎 看起來很有說服力 對他來說啊 最差最差的絕對國家的這個政權 都比自然狀態好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爛的king 但是我有絕對的權利 然後我經常濫用他 可是這種狀態啊 都比自然狀態好 因為他至少給你了起碼的 非常微小的和平和穩定一樣 對或不是來講一樣 所以即使這個王非常非常非常爛 他沒有直接威脅到你的生命安全的話 你就要聽他的 而且你不只是因為恐懼聽他 你也因為你的道德約束聽他的 因為你事實上在簽約的時候 就已經明白表示了 只要他不直接威脅到你的生命 你就有道德義務持續的服從他這樣 所以最差的政府也比自然狀態好 然後安全和穩定是政治的第一問題 其他問題都是其次 正義啊自由民主都是其次這樣 大家有被他說服嗎 你看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還會支持維穩對不對 政府為他維持穩定 然後會不是允許他擁有 非常最高的這個權利 然後可以去判斷所有事情 跟維穩有沒有關 是我決定的 你們今天新疆人所有的這個 護照都被我沒收 現在是這樣嘛 最近發生的 所有新疆人的護照都被政府沒收 都被政府沒收這樣 然後你完全任何的出路都不需要我同意 那你跟護士來說 如果政府決定這跟和民安全有關 那你就是要挺他的 為了維穩這個理由 他可以去管所有的事務這樣 那他的理由是說 你如果今天不認為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你去挑戰他 OK 你言論上批評他 這個賭權者容許你 因為他絕不威脅到他的安全 可是你可以去跟他挑戰到什麼程度 然後當然挑戰到一個非常激烈的程度的時候 你看他之間的衝突 誰能夠來判斷誰是對誰是錯的 還是只有他 最後還是只有他 因為如果不交由他最後來決定的話 你們就回到了自然狀態 這很快一定更慘 最後不是來講 今天你可以不斷去抗爭 去抗爭這個維穩的政權 然後這維穩的政權可能就是 偶爾打你一下 偶爾把你關起來 就是弄你弄你弄你 然後他可能就是覺得 OK啊 那就是這樣子 那你也拿他無可奈何 可是如果你現在 這個聚起了很多一群人要去起義 去把他推翻掉的話 那你們之間誰能夠決定誰對誰錯 對我不是來講 如果大家都承認誰都不能決定的話 你就回到自然狀態更慘 對不對 那如果不想回到自然狀態的話 你唯一的決定辦法就只有聽他的 要不然你要聽誰 是不是 所以啊這個是絕對王權非常非常厲害的武器 政治安全是政治的第一 安全問題是政治的第一問題 那如果沒有他的話 那政治社群內非常激烈的這個人民和政府的衝突 誰能夠說最後一句話 如果沒有人可以說的話 那就回到自然狀態了 那那是一個更慘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或不是的主權者和我們當代的人民主權的差別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主權者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每天在行使權力的一個主權者 而且是行政立法司法都合一的 而且他最主要可能在執行行政權 因為行政權是每天都要做的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強的 以行政權為核心的一個主權者 而且每天都在運使這樣 可是我們當代的這個憲政民主國家 我們當代談的這個人民主權者 他平常是不行動的 他是潛伏的 對不對 可是這個人民主權者發現 而且這個人民主權者 我們原則上認為他是憲法的制定者 對不對 那我們憲法會再把權力做分立 所以有行政立法司法這樣 那我們可能會平常當有一些行政立法的衝突 立法上的衝突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交由這個大法官去解釋 所以大法官某種意義上 他藉由權勢憲法 而去解決這個之間的衝突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啊 就如不如是說了 如果今天有一個衝突啊 是這三個分立的權力啊 他們之間的平衡之間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他已經激烈到極度極度的衝突 行政權也不管司法權 司法權也覺得行政權完全超越他 然後也不受束縛 然後立法權又自己隨便亂定法律這樣 然後司法權覺得你完全預約了這個司法權利等等 大家如果互相不節制 互相在這個伸張自己的權利的話 那這個憲法就如同虛設了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才會說 這時候人民主權者 他就有權力進來 重新給憲法一個更明確的定義 他說憲法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你們這三個權力要好好的遵守 我們當然人民主權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最高權力還是來自於人民主權者 對不對 那特定義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憲法的一個制定者 然後再去分權授權這樣 那他只有在危急的時候才會跳出來講話 尤其是要重新離定憲法上的權利的時候這樣 像比如說服貿協議爭議的時候啊 如果人民和政府有非常激烈的衝突 這激烈衝突可能會強到說 政府就說憲法允許我 可以透過行政命令 決定很多貿易上的這個決定 那這些行政命令 他事實上不需要透過立法 可是我今天透過立法 代表我已經夠客氣了這樣 對不對 那你們為什麼可以不遵守我 如果人民和政府產生這樣衝突的時候 最終極的辦法是人民重新去修憲 然後去規定說你這個政府就是不能夠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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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簽一些服貿的協議 貿易的協議 你要經過哪些哪些的這個過程這樣 這是一個最終極的解決辦法這樣 就是出現了這個自憲 這個一個重新修憲的一個情況這樣 然後讓政府就沒辦法再講話這樣 如果你沒有跳到這裡來去對憲法說話啊 你作為一個人民在這邊跟這個新政權吵架啊 你的身份很難變成是一個主權者 對不對 那你看我們來想 或不是一定會呢 這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因為或認為說這個人民主權者太弱了 他很少出來 因為他一出來的話 他們內部一定會衝突不斷 那這些誰在代表人民呢 一大群人出來報名啊 他們誰能夠說話 代表說我們是一個人民主權者在說話這樣 對 然後你如果制定一個這個自憲 或是修憲一個程序 然後後來做一個決定OK 可是這個很慢啊 非常非常的慢這樣 而且很少出現這樣 可是我作為一個主權者 或不是異議的國家主權者 他很多時候要不斷地做 跟國家安全有關的重大決定 那或不是說這個決定 我們經常要去override立法權 司法權行政權 這些他下屬的這些權力這樣 這個國家才有可能保持穩定 對或不是來講這樣 所以或是認為這樣子的國家 會是很不穩定的 沒有一個最高的一個主權者 每天在行使一個這個行政權 再去這個解決衝突這樣 可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好像可以相對上認為說 大多數的爭議 他們這些權力互相制衡就解決了 他們都會互相接制這樣 大家會遵守一個好的憲政文化 政治文化等等 那等等等到極端的充足的時候 我們人民再出場就好 那我們原則上 形勢上還是有一個主權者最高 沒有被分割 沒有把自己的權力授權出去 意思是他可以隨時收回來 我沒有永久授權出去 那最後我說了什麼 你們就是要挺我的這樣 形勢上沒有跟霍布斯相當太多 可是運作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這樣 這樣大家可以更了解這個霍布斯在想什麼 還有這個 到底主權者是什麼東西這樣 完蛋了 都還沒講到洛克 好 那我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霍布斯的話 你會覺得他對同性婚姻會怎麼看 你看霍布斯在想法已經是某種自由主義式的思考了 對不對 就是說對於激烈的宗教衝突 國家基本上要從一個世俗的觀點 世俗的目的 然後試著去保持中立的處理這個衝突 對不對 所以說你如果主張婚姻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事實上 最近看到一個文獻 就是中古時期 對於同性婚姻 事實上有些教會是鼓勵的 而且是接受的這樣 所以有些教會是可以接受同志在 他的這個教會的教廳裡面就結婚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 對於同性和異性能不能結婚這件事情 可能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立場 但你有可能是一個人權的支持者 你從一個這個人平等尊 也不能被歧視的立場 你會認為說這個異性同性一樣 都可以有這個婚姻的這個權利 這樣 看他如果是因為某一個宗教上的信仰 然後這就要想 他們常常會去解讀上帝直接的話語 上帝直接的話語 就說亞當夏娃 沒有說亞當亞當這樣 那可見是男女 其實更複雜啦 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聖經上面是有記載同性 這個婚姻的這個文字和諸師馬記 所以這個會有爭議這樣 但如果是因為 more or less宗教的理由 去主張這個同性能不能夠 這個結婚的話 或不是大家會講說 你如果你自己的教會教區 要這樣子主張的話 那可以 對不對 那你這個教會教區 你們就不讓同性同志結婚 可是如果別的教會 認為他們可以接受的話 那你好像也不應該管到他這樣 那我政府也不會幫你去管到他 我政府基本上 雖然我可以去處理所有的爭議 可是我是消極 我只是為了和平穩定的需求 我並沒有要判斷說 同性婚姻或是非同性婚姻 是不是哪一個 跟符合基督教的教育 我沒有想要去判斷這樣 而且或是說你去判斷的話 你會這個涉入宗教爭議 你實際上會造成跟大家trouble這樣 所以他是消極的說 那你們就是各自去管理你們自己的教徒們這樣 那我就保持一個消極的介入的權力這樣 他大概原則上會這樣講 那大家覺得就是一個好的政府中立的處理 宗教衝突或是認同衝突 或是文化衝突的一個好的方法嗎 就我只完全只管和平和安全 你們所有的主張我都沒有特別要去promote 所以exactly國家就只是一個晚上的一個守夜員這樣 大家覺得這樣的好處和壞處是什麼 所以如果是霍布斯的國家 他也不會去說為了這個人性尊嚴等等問題 我必須要去支持這個同性可以結婚 人性尊嚴對霍布斯的主權人來說 這個跟安全和穩定有點遠這樣 我先不管你要不要 先不想去積極支持這樣一個立場 對不對 他基本上表示的是一個很 是我不管 除非惹到和平安全我才管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立場 可是這樣一旦會造成什麼現象 這樣一旦會造成什麼現象 這樣一旦會造成一個現象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的一個主要的社會制度 社會風氣 是歧視同志的 是不讓同志結婚的 社會風氣喔 社會制度 霍布斯的政府也不會去管 因為你只要沒有造成和平穩定的威脅就好 你社會風氣怎麼樣歧視一個人 歧視一群人 對他們造成心理上的傷害 這個我主權者這個我不管 所以這個hand off的這個立場 是它是會容許這個社會 有各種各樣的歧視的 然後這個是人權主義者是無法接受的 政府不是應該積極的立法 來去確保每一個人的尊嚴都受到尊重嗎 本身主義者會講主張對不對 那就跟霍布斯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霍布斯的國家看起來中立 可是對人權主義來說 你的中立啊 反而造成了很多人被歧視 你的中立只管安全和穩定 到多數人被歧視 很多各種各樣的人 因為各種宗教或是各種文化 教理念的理由等等 他們被歧視那你都不管 那你這樣還叫做中立嗎 你中立的結果 你放手的結果 反而是讓一大群人 是被不中立的歧視的 所以論文權主義者可能會說 真正的中立 真正要平等尊敬每一個人的尊嚴才是中立 那這個時候 你反而應該要積極的去介入 用法律來介入 去 counter那些歧視 對不對 比如說你應該要立法積極的介入 這個 比如說讓原住民能夠有更好的一個 權益的保障 因為長期以來 原住民的這個歷史的處境 歷史的過程 社會的累積 造成你政府不管 他們是屬於被歧視的狀態這樣 所以你政府真正要在原住民的權益 非原住民的權利保持中立 你反而應該要積極的去保護原住民的這個權利 這是會是當代的人權主義者 如果想用一個自由主義的這個中立的思考的話 他會要去push政府去做更積極的事情 可是或不是的政府不會 對不對 可是或不是的政府有可能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今天啊 社會上的歧視啊 導致了非常多的這個統治就是自殺 青少女他就自殺了 然後什麼朋友他就自殺了 這個會不會說是影響到這個國家的和平安安定了 我這個子民的生命的這個損失 是和平安安定問題這樣 這樣他就會去介入了 我為了和平安安定的理由 我不想讓這群人生命失去 所以我不需要去肯定這群人的這個 統性婚姻的這個權利 這時候會不會政府就會去介入這樣 讓大家可以這個更了解霍布斯的嗎 然後更了解這個自由主義式的思考 所以自由主義式的思考 在霍布斯那個時候 他提出的那種解決方法已經是一個 國家採取中立的解決方法 可是後來的自由主義者 他們會不斷地去批評霍布斯採取的這種解決方法 事實上反而不是真正中立的 你消極的結果並不會真正達成這個宗教上的中立這樣 你消極的結果如果有某一個教會特別的強 那他使用各種社會的手段去歧視排除其他教會的人 那你這個政府有保持中立嗎 你事實上是放任這個強靈弱這個大奇小 在你的這個國家社群的這個內部這樣 是不是 可是對霍布斯採說我只要只管和平安定 我就是中立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大家可以這個思考 這個這樣子的一張圖啊 他很有用 非常有用 尤其是你要跟基督徒對話的話這樣 你可以看有趣的地方是 但是這整塊啊其實都是human discretion 都是人的這個斟酌和判斷的領域 就連你選擇的practice ceremony和dreus都是 不同的教會會有不同的這個判斷 那霍布斯他不介入判斷的原因 跟後來的洛克不介入判斷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霍布斯不介入判斷的原因是因為人的理性沒有辦法判斷 哪一個教會是比較好的 神到底他的施之特是怎麼樣 人是沒有這個能力判斷 而且霍布斯也認為說 因為他對這個人是物質 基本上是物質組成的這個立場 他認為每一個人會傾向於認為 什麼是good什麼是bad 每一個人也都不一樣這樣 所以認知上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理性上沒有辦法判斷 然後在多元上不可能達成公式 因為每一個人認為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 什麼是公正的 什麼是不公正的 被他的這個物質性的這個生理因素影響 還有跟外在的這個環境的這個刺激的這個影響這樣 我也沒有辦法真正達成一個這個自然的這個公式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政府不應該除了以任何其他的這個和平和穩定的理由去干涉這一塊 對霍布斯來講 霍布斯因為這樣子的主張 他其實晚年非常淒慘 他大概晚年有二十年的時間 被英國國徽頒布一個命令說 你從此不能夠寫任何文字被公共看到這樣 因為霍布斯被認為是英國最危險的人之一這樣 因為霍布斯那個時候已經被認為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一個哲學家 他寫任何話都有影響力這樣 那他這個主張事實上是要迫使英國國教派 或者是那時候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清王室的議會派 或者是這個清教族的議會派 都不能夠去阻擋教會的這個權力 他們會認為霍布斯這個主張他們不能接受這樣 所以霍布斯後來反而會被這個所有這個清宗教的人士 其實那個時候大多數歐洲都是清宗教的 認為他根本本質上就是個無神論者這樣 那無神論者你是很淒慘的 可能就會被趕出英國 趕出教會 甚至可能會這個 因為更多的理由被沒收財產 甚至會這個下獄等等這樣 所以霍布斯他在2020年之間 他是完全的被禁止對公共發言 因為他這樣子的一個主張這樣 你只能夠因為和平和安定的理由去管教會的事情 然後他也一直在為著 這樣一個對這個政府的這個權力的限制 不斷的再去捍衛者 主張者這樣 所以非常的微妙 或不是是一個絕對王權的主張者 你有絕對的權力 他不斷的捍衛說 你只能夠為了和平的理由 來去管其他的教會這樣 那反而因此他被所有的人攻擊 被所有的人排擠這樣 不過他死掉的時候 後人幫他立了一個碑 然後那個碑叫做Philosopher's Stone 就是哲學家之死這樣 這個哲學 就是認為他是真正的一個哲學家這樣 然後也很有趣就是說 後來那個時候的人 包括後來的這個 莫歐勒斯兩三百年的這個 所有的知識分子 都想知道他死前啊 到底有沒有叫牧師來他的這個床邊 做禱告 因為這個是判斷 你是不是真正的一個無神論者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這樣 如果你是他 more or less 你還是一個基督教教徒的話 你就會在死的時候 找牧師來你的這個床間 幫你做禱告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就不在乎這樣 所以大家不太在觀察 那或不知道已經死前 有沒有找這個神父 來幫他做這個禱告這樣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無神論者 大家都一直在揣測這樣 好 這顯見的時候 到底你有沒有尊孝信仰這件事情 是一件多麼跟這個神史啊 相關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恐懼忌憚 又非常的這個小心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之後 我們來看洛克 洛克是或不是那個時代 只有稍微晚一點點的人 這是洛克 你看1651年 霍布斯發表立位坦的時候 霍布斯大概是21歲 洛克是21歲 霍布斯發表立位坦的時候 洛克是21歲 然後洛克出生的這個 前面這個十幾年 二十年的時間 事實上正面臨的這個 歐洲的宗教戰爭 還有這個英國的這個內戰這樣 所以洛克完全經歷了那些時候這樣 可是洛克最重要上場的這個時機 你看霍布斯他的作品 在處理的直接就是 英國內戰的問題 到底那個時候 你要聽國會還是聽王室的 那國會這個時候 如果把王室消滅掉了 你要不要就轉換你的忠誠 聽國會 還有包括你這個 王權他要徵兵的時候 你要不要給王權徵兵 那國家應不應該去管宗教這樣 然後這個都跟英國內戰 完全緊密相關這樣 他在英國內戰裡面 最關鍵的幾個問題 這是霍布斯 那洛克完全經歷過那個時候 不過洛克真正他的政治上的立場 要出場的時機 是要再晚大概二三十年這樣 就英國內戰之後 有長達的十一二年的時間 是所謂的這個共服和政府時期 對不對 可是在1660年的時候 就是王室復辟 所以被砍頭那個查理一世的兒子 查理二世就回來當王了 那查理二世的統治時期啊 有一個他的這個內閣底下啊 最有影響力的貴族 這貴族叫做這個 Ear of Shakespeare Shakespeare 伯爵這樣 那就是 Shakespeare 伯爵 他後來跟查理二世 產生非常激烈的這個衝突 甚至他後來被控訴 參與了一個密謀的一個計畫 是要去把這個查理二世 和他指正的繼承者綁架起來 要脅迫他們去統一國會的這個決定這樣 那在這樣激烈的衝突裡面啊 洛克在1666年的時候啊 就認識了這個Ear of Shakespeare 那時候才是一個醫生 他那時候就也救了這個 Shakespeare 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疾病 幫他開刀這樣 那 Shakespeare 後來就跟他 成為一個莫逆之交 他們既是朋友 那 Shakespeare 也是他的主人 因為 Shakespeare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影響力非常重要的一個貴族這樣 那洛克也因為 Shakespeare 的關係 他後來擔任了非常多英國政府的職務 因為 Shakespeare 後來就成為內閣第一人 那幾乎所有的這個內閣主要事務 都是他總攬的這樣 那他就是指派了洛克去做非常重要的英國 跟這個經濟啊 商務相關的工作這樣 所以英國 所以洛克他世上人生大部分的這個時間 都是在幫助英國政府 處理非常重要的經濟和商務的這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政府的這個事務這樣 那當 Shakespeare 跟這個查理斯二世 產生激烈衝突的時候啊 這個洛克就成為這個 這個 Shakespeare 最重要的這個文檔 文檔這樣 那據說很多的政治宣傳 政治上的鬥爭的這個文字啊 後來都在這個政府論次講裡面 找到一些非常非常類似的這個詞彙這樣 也就是說那時候洛克是非常 積極的在幫助 Shakespeare 在對抗這個查理斯二世這樣 那甚至政府論次講 就是我們讀的這個主要文本 政府論總共有兩講 那第一講大家都比較少閱讀 因為第一講他是在反駁那個時候的一個 這個軍權神獸的這個理論這樣 然後第二講他才開始正式的去講 到底政府的起源是什麼 然後政府的權力的階限是什麼 然後人民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革命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讀的是政府論次講 那政府論兩講他寫著的實力 正好就是這個 Shakespeare 跟這個查理斯 就是激烈對抗的這個時候這樣 那時候他們對抗的這個政治上的衝突 主要是因為啊 查理斯二世他當上這個國王之後啊 他一直有這個傾向天主教的傾向這樣 那這個對於那個時候的這個國會議員來講 是非常不能夠接受的這樣 他們都認為說天主教徒事實上都或多或少想跟法國 或者是跟這個羅馬教廷互相結合 然後通常就會成為一個軍權神獸的一個絕對軍王這樣 就像那時候的法王一樣這樣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你傾向天主教 其實代表你想要去這個 去引用軍權神獸的這個理論 來去證成你這個專權的這個權利這樣 還有一個政治上的意涵 但他當然宗教上也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涵 就是那就是這些大多數的貴族們 他們都是不信天主教的 他們很擔心你選擇了一個天主教的一個繼任者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這個 這個以後英國國教的這個傾向 影響到大家的這個祈禱文這樣 我每天早上起來這個祈禱文就要被你改變這樣 那那個時候查理斯二世他就是 還是完全來到自己的這個作風 他其實做了很多努力都被國會擋下來 那他後來是成功的指派他的繼任者 是他的弟弟就是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就是一個天主教徒 所以只要查理斯二世是死掉 他就會做一個天主教徒就會繼位這樣 所以這些國會議員都非常非常的忌憚這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就產生機械衝突了嘛對不對 你看1679年 查理斯二世甚至在一年之間解散了兩次國會這樣 因為國會都想要去抵制他做他這個 懷疑他跟這個天主教是有這個密謀的關係這樣 那在1679年的時候這個 那個Shirpsbury他那時候是貴族之首這樣 他就集結了一大群的國會議員就提出了一個法案 叫做排除法案 就是說他們要排除詹姆斯二世 將來可以繼任英國國會的這個法案 英國王位的這個法案這樣 就要直接去介入這個國王的這個指定 下一任這個繼任者的這個權利這樣 那查理斯二世當然就大怒就直接就結散了國會這樣 他馬上只聚了幾天就被他結散了這樣 那解散了之後當然就是產生非常激烈的這個衝突 那到1681年的時候 這個又解散了一次這樣 又解散了一次 那在1681年解散之後啊 從此到查理斯二世死前 他都是不透過國會的統治 他就自己完全的這個治理這樣 那洛克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覺得這個不可思議啊 哇這個王可以兩次解散 三次解散國會這樣 然後後來就可以完全不靠國會而統治 那你幾乎對洛克來說 你就擁有了像這個法王一樣 這樣一個專制的一個權利 你就成為一個絕對軍王啊 那這個是洛克和他這個所屬的那個貴族陣營所 所不允許的這樣 你怎麼可以跳過國會而統治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隨意任意解散這個國會這樣 那在1683年的時候就是有這個所謂的這個 他們在一個古倉 想要去密謀去這個 綁架這個查理斯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這樣 那後來因為這個 因挫揚之下 他就在某個地方逗留的比較久 所以這個 這個密謀就被揭發了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Shashbury 他的重要的盟友幾乎全部都被抓到砍頭這樣 然後他自己是逃到荷蘭去這個 然後就死在荷蘭這樣 那時候洛克也就逃走了 因為洛克是他們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文端這樣 然後據說那個時候 他手上已經有這個政府論兩講了 那政府論兩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正誠革命和抵抗的這個權力 他是一個非常激進的一個革命權的這個主張這樣 在那個時候啊 洛克的目的可能沒有那麼激進喔 洛克大概沒有去想像說 一般的沒有官位的平民都可以起來革命 他可能只有想像說 像Shashbury這樣一個擁有人民支持的大貴族 是可以起來革命的 可是因為洛克對他的這個政文字講 沒有講得非常的明確 所以後來政文字講裡面的這個 對於革命和抵抗權的主張啊 後來傳到美洲去 就成為這個美國大革命的主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意識形態的來源這樣 他的文字是非常非常激進的這樣 所以那時候洛克他手上那個草稿啊 如果他被逮到的話 他一定會被立刻砍頭這樣 那他當然就是還是逃走了 就逃到了這個荷蘭去 然後就流亡了大概六年這樣 那流亡這段期間他 他總算可以不用去做那些政府的工作了 因為他事實上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他只要回到政府 他就會不斷地派請各種工作這樣 那就可以專心的這個寫書 那1689年那個時候 詹姆斯二世後來就是死掉了 然後就是清清教徒的另外一個這個王 我們就回來回任了 那當然這個所有曾經跟櫃斯伯利友好的這些人 都回到了英國這樣 所以這個洛克也回到了英國 那他就發表 在1689年他就發表這個論寬容 然後政府論良講 還有這個人類這個 關於人類了解的這個論文這樣 人類理性了解能力的這個論文這樣 可是洛克還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或者是一個非常非常謹慎小心 然後充滿智慧又審慎的一個人這樣 他跟櫃斯伯利完全相反 櫃斯伯利就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國管 很敢衝 甚至是敢去綁架這個英王的那個論文 所以兩個人經常有很嚴重的衝突 那兩個人是一個最好的朋友這樣 然後洛克你看 他在他的生前 他從來沒有承認政府論良講是他寫的 他也沒有承認 Later on toleration是他寫的 他就交給一個出版社去出版 然後他完全拒絕承認是他寫的 所以那個就是匿名出版這樣 那當然他死後那個出版商就會想說 哎呀這個文稿 洛克自己親自教的非常多 這一定是他寫的這樣 所以大家才慢慢知道是他寫的 但是他讓他事情非常的小心 都不敢承認那是他寫的 因為他怕他激怒了那個時候 任何掌權的這個國王 或是貴族或是某個宗教的教派這樣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的這個 不管是洛克上或不是 他們都在一個面臨這個 這個教會可能對他們採取的這個 控訴和這個 懲罰的這個手段中的這個過日子這樣 那他真正 因為他那兩 前兩本書是匿名對不對 那但是他這個 Acelling Humanity Concerning Humanity Stanning他是真的親自署名的 而且這個是他非常非常自豪的一個 哲學著作這樣 就是關於人類理解的這個能力這樣 那因為這本書他事實上 就紅遍了整個歐洲這樣 那據說他到死前啊 跟他往來的這個親朋好友 還有歐洲的其他知識分子啊 只要提到他就會 就會給一個引號說 他是the greatest man in the world 這個世界最偉大的 不光是因為他寫的那本書 就是談論人類這個理性能力的 這個思考這個限制這樣 那他在1704年過世這樣 那1689年過這個出版 到他死前大概還有15年的時間 他都被稱為英國最偉大 不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這樣 那他也不斷地去擔負很多 這個英國政府的這個職務等等這樣 這大概是他的這個一輩子這樣 那可以想見 他的整個這個寫作的一個政治上的背景 就是因為這個1679年 1681年這個Ecclusion Controversy 就是Shashbury這群貴族 想要去積極的跟查理社是對抗 然後要排除掉 Esclusion就是要排除掉 詹姆二世從牙的繼承者 然後同時為了宗教的理由 因為怕天主教回來 這個掌握這個英國國教派 也是因為這個政治上的理由 英國英王怎麼可以透過 越過這個國會兒童之這樣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成為一個絕對王權的一個統治者 那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東西 大家知道洛克他的想法 在早年和他的成熟期有一個轉變 在他早年的時期他跟互布斯很像 他會認為說 這一塊領域啊 確實政府就不該管 因為這是上帝直接講的話 政府管的這個一定倒大沒 可是這一塊領域啊 屬於human discretion啊 他應該就是一個政府可以管的一個範疇 而且所有人在政府可以管這個範疇裡面啊 都該被動的聽命於政府 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政府如果管宗教教義 你也要去聽他的 政府管這個政治教義 你也要去聽他的 他在他的早年的期間啊 比這個互布斯還極端 他認為說政府說什麼 就應該聽他的 那當然說政府 當然洛克是認為說政府說什麼的理由 都是為了這個世俗的這個和平 所以我們要聽他的這樣 這是他早年的這個看法這樣 是我們做一個非常被動的工業 政府在這塊領域說什麼 我們都聽他的 他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和平的這個理由這樣 那在那個時候事實上整個歐洲 大概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管轄的一個思考 大概分成兩派 一般是認為說 如果是宗教上的儀式這些領域啊 你應該就要容忍 讓他們去按照他們自己信仰的儀點 儀式等等去做這樣 尊重每一個人的authenticity 我們要翻成本真性 每一個基礎教的教徒啊 他們最重要追求都是獲得救贖 那每一個人都有義務為自己獲得救贖而努力 而且這個義務啊只有你自己必須要為自己的承擔起來這樣 你不需要為自己能夠不能獲得救贖而自己成 你有那個義務為了自己的救贖而去選擇自己最相信的那一套 關於宗教上的這個儀點和宗教上的信仰上的詮釋一樣 每一個基礎教徒必須要有這樣子一個 對自己本真的信仰負責的這樣一個義務 如果是因為這個理由的話 政府基本上就不太應該管這一塊 那那個時候在歐洲有一派的理由是這樣子 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基督徒的本真性 只有每一個個人才是他獲得救贖的唯一的依靠 唯一的義務的承擔者這樣 所以他最後選擇了什麼 我們政府就不該管了 那時候有一派是認為就是要容忍 讓每一個宗教教會做他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這樣 可是這樣子一個寬容的一個結果啊 在那個時候的context底下 大家都發現反而造成了宗教上更嚴重的這個衝突 因為每一個教派都大勢的興起 然後每一個教派興起之後 就會利用各種藉口想要去獲取這個王權 獲取政府的權利 然後就要去擴張自己的這個教義這樣 所以你雖然政府去容忍他 就反而是助長了宗教之間互相的這個嚴厲的這個衝突 而且這些宗教只要壯大之後 就會想要去控制國會 控制政府這樣 所以這時候興起了另外一派 另外一派就是像霍布斯那樣 沒有沒有 霍布斯其實更複雜 霍布斯因為他只能夠這個 剛才已經講了很多了 那另外一派是認為說不 政府就是要因為秩序的理由 政治秩序的理由 他能夠去管這一塊 而且能夠積極的管這一塊 所以那時候實際上就分了這個容忍派 容忍派是依照人本真性 你的信仰只有你自己才能夠負責 然後秩序派就是強調政府的這個權威這樣 那或不是早年是認為政府的權威是比較重要 因為他們就看到英國內戰覺得很恐怖這樣 所以我們當然要強調政府的權威 所以政府應該要積極的去管轄這一塊領域 然後這塊領域當然是屬於human discretion 所以政府管也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是為了世俗的理由 而且要積極的管這樣 可是當洛克遇到Sherbesbury之後 他發現Sherbesbury這群貴族和這群進步的知識分子 他們都非常認為事實上 秩序反而是可以透過寬容而能夠得到這樣 因為傳統人認為說寬容的結果就是秩序大亂 所以寬容和權威和秩序是相對立的 可是當洛克遇到Sherbesbury發現這群人 他們竟然相信的是容忍 才能夠促進秩序和穩定的實現 所以他慢慢想慢慢想 他開始徹底的改變他的想法 所以當他的成熟期 不管是政府論或者是他的論寬容的書簡 他就開始主張說 OK 這是他成熟時期的想法 這塊領域政府還是不能管 這塊領域原則上政府確實是可以管的 可是呢在這塊領域呢 政府的行為要被嚴厲的控制 他只能夠按照他自己原本存在的目的 而去做那些事情 必須要被他原本存在的目的 而被嚴格的控制這樣 那原本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他政府論是想的就是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 這三個主要的這個 人最重要的三個這個需要保護的東西這樣 那如果政府最主要存在目的 要保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話呢 那政府所有的動作啊 都應該要被生命財產自由這個目的嚴厲的管制 你必須要被能夠被克責 你不能夠像霍布斯的那個絕對主義的政府啊 現在我們要來到這個洛克 你不能夠像霍布斯的絕對主義的政府啊 他是完全不會被克責的 他完全不需要對人民負責 霍布斯的政府唯一怕的就是 我如果直接威脅到你的安全 你看我的約束就解決了 你就可以沒有這個道理約束來打我這樣 可是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個 對政府的這個約束這樣 其他時間霍布斯的這個政府和國家 完全沒有任何實質的政治力量可以去約束他 他就是最大的 那每一個個人被威脅到可以個人對抗他 那個實在太小了 所以霍布斯的政府在實質上也是有絕對權力 可是對於洛克來講不行 政府如果是為了世俗的目的而建立的話 你看這洛克的這個世俗 就不只是stability 他包括了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liberty 你的這個 這個life 生命 他也包括你的possession 你的這個財產 政府必須要按照這個理由而成立這樣 而且這個理由必須要能夠嚴格的控制你 那江澤的政府呢 在這塊領域呢 管越少越好 主要理由是因為 這個霍布斯跟這個洛克上或不是不一樣 洛克認為說啊 每一個人啊 都有義務追求自己的這個救贖 對不對 可是啊 每一個人啊 也不能夠去相信任何其他人 對怎麼樣獲得救贖的看法 比他更有能力去判斷 每一個人沒有辦法去相信 別人更有能力判斷怎麼樣去獲得救贖 這樣 那如果今天你讓國家去決定 我們整個國家該信什麼樣子的這個 宗教教派的話 那萬一國家判斷錯誤大家就集體下地獄啊 對不對 萬一國家判斷成功大家就集體下天堂啊 這樣太危險 好 我們最終呢 還是要讓每一個人 讓他自己去判斷 因為沒有任何人是更能夠被信任是可以去判斷 怎麼樣上天堂下地獄這樣 傳統的聽聞教會不可信 新教出現的新教會也不可信 每一個人都只能夠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能力去判斷怎麼樣才能夠獲得救贖 選擇自己真心相信的那個教會這樣 所以洛克來說 反而是這塊的領域太重要了 他跟人能不能獲得救贖是完全絕對相關一樣 那這是人在此事最重要的一個生活 最重要最終極的一個目的 太重要了 所以政府不該管 應該要讓每一個人自己決定 然後每一個人都不會去相信別人 比他更有能力去做判斷 就是讓每一個人自己決定 因為這個領域太重要了 你看這個理由就跟霍布斯不一樣 霍布斯的理由是說 這個領域我們理性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領域大家因為物質的組成 判斷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我們政府不去管 你看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想法 可是對於霍布斯來說他不一樣 他是認為說這塊領域太重要了 每一個人都不需要 為自己這塊領域負責 那政府如果去管的話 大家可能會集體下地獄太危險 沒有任何人是更可信 能夠去怎麼判斷怎麼樣上天 然後下地獄的 所以我們只好讓每一個人自己決定 所以政府最好是千萬要謹慎的 不要去管這一塊 如果他們這個教會 我們回到剛才這個理由 他們堅信 同性婚姻會導致我們下地獄 那對霍布斯來說 我基於安全和平的理由 可以考慮介入 對霍布斯來說 如果他這麼堅信的話 那你只好讓他們這個教派 在這個教區的人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他不能夠去影響別的教派教區的人 因為這件事情太關鍵了 如果他覺得你不允許同性婚姻 才能夠上天堂的話 那你們兩個誰對誰錯 這做優關於你們家裡 能不能夠上天堂 最關鍵的一個決定 這個政府不要去管好了 你們自己決定 對霍克來說是這樣的 所以在霍克的承受相反裡面 政府也最好不要去管這一塊 除非有緊急的生命安全 這個財產的這個 生命自由財產的這個理由 那政府如果要 因為生命財產的理由 去管這個世俗的事物的話 他要被嚴格的控制和監管 那這點他當然就對霍布斯很不滿 霍布斯的這個絕對政府 他他太危險了 對不對 那政府的判斷跟人一樣不可信賴 這個霍布斯也同意這樣 所以你為什麼要讓政府去判 去當一個最終局的一個判斷者 決定什麼才對生命財產 這個自由最好呢 對 政府和人一樣不可判斷啊 所以我們不應該讓政府 成為一個最終局的一個信任 判斷者這樣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控制政府 那控制政府實際上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法就是政府的 關鍵的一些作為 必須要人民的這個同意 那人民的同意呢 對洛克林那個時候的想法就是議會 你必須要經過議會 那這些議會是人民的代表 你必須要經過這些議會 人民的代表同意 政府才能夠去做某些某些某些事情這樣 透過人民的同意來去控制 你一定要透過國會的同志 來去控制那個政府 讓他只能夠為了生命財產自由而統治 這是議會 沒有代表你就不能夠徵稅這樣 那這樣一個口號後來就是 美國大革命最重要的一個口號這樣 因為美國大革命主要的口號就是 因為這個英王想要去對美國徵稅 然後沒有代表等等等等這樣 那第二個控制政府的方法 第一個是議會對不對 代表 第二個控制政府的方法其實就是革命 你看如果這個政府啊 他今天就是一直在解散議會啊 又不著急議會啊 那你因為完全就失靈了對不對 那你最後能夠控制這種方法 還是只有革命 那你必須要讓人民有這個革命的這個權利 不然這個政府他就是一個完全不會受到 這個拘束的這個絕對的政府這樣 那這樣的政府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對洛克來說 因為政府和人民一樣不可被信任 所以政府他一定要能夠被人民 能夠去克責他的這個責任 要不然就是透過議會 要不然就是透過革命這樣 這個會是這個 洛克對於霍布斯的這個批評這樣 那你可以想像 當洛克要去 正成人民有革命的這個權利的時候啊 他就會面臨所有 霍布斯提出來的問題 他雖然在他的文本裡面 一直都沒有很明顯的提到霍布斯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解決的方法 每一個解決方法都是在去跟霍布斯對話 包括他說你看喔 當人民去革命的時候啊 革命是真正的革命 革命不只是這個 這個和平非暴力運動 革命通常就是 真正就拿起武器來要去革命的對不對 你看政府產生了一個武力上的這個衝突這樣 那你就是回到自然狀態了對不對 霍布斯今天問你說 你回到自然狀態的話誰對誰錯 誰來判斷 當人民自認為是一個這個 主權者和政府衝突的時候 誰來判斷誰對誰錯 你有能力判斷嗎 對霍布斯來說你沒有能力判斷 可是對洛克來講 你就必須要有能力判斷 人民一定要有某些能力 能夠判斷政府就是做錯事了 所以當人民和政府產生衝突 當人民能夠起而革命的時候 或洛克要去講說 人民可以判斷人民是對的 政府是錯的 所以我的抵抗權和革命權是對的 可是在自然狀態底下 如果自然狀態唯一的自然權利 像霍布斯講的那麼薄的話 只有自薄的權利的話 你很難去判斷 這些人民很難去很扎實的判斷說 政府就是錯的 所以這時候洛克就要重新去想 自然法需要一個更深的一些東西 當大家進入自然狀態的時候 因為人的理性可以認識到自然法 一些更深的東西 所以人民可以確實地判斷 政府是錯的 我是對的 如果他不去重構自然狀態是什麼樣子的話 他就會陷入或不是所告訴你 你會陷入的困局 沒有人可以判斷政府和人民誰對誰錯 這時候自然狀態是一個最慘的狀態 對洛克來說沒有 自然狀態底下不是最慘的狀態 自然狀態底下人民還是可以有能力 自我團結起來 有能力辨識出自然法是什麼 因此可以批評政府是錯的 然後去革命 然後甚至這些人民可以去重建一個 新的好的政治資訊 那霍普斯會問你去說哪有可能 什麼叫做人民這個集體行動這件事情 但是要知道對霍普斯來講 人民要能夠有代表 能夠代替人民集體行動 只有主權者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只有在你簽約成立主權者那一場 人民才真正團結起來有一個代表 他們行動 那種代表就是主權者 如果你沒有一個簽約要主權者代表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你是沒有集體行動能力的 對霍普斯的邏輯是這樣推論的 可是如果霍普斯是對的話 人民就沒有集體行動能力對抗政府了 因為唯一能夠代表人民的只有那個主權者 對霍普斯來講 所以洛克他也必須要能夠去論證說不 今天政府出了問題 我們人民實際上是有自主的行動能力 組成一個people 而且我們可以集體的說話 集體的行動去推翻政府 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 這個在自然狀態底下是有可能的 我們不需要去成立一個主權者 我們人民就可以集體的行動 他也必須要去證成這件事情 所以他的社會契約 也必須要跟霍普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洛克他事實上最終最終他的政府論兩講 他就是要去幫Shazbury去證成這些議會 他們去可以主張人民的革命權和抵抗權 可是你要怎麼去證成這件事情 他為了要去證成這件事情 他必須要重新去講什麼叫做自然狀態 什麼叫做自然法 自然權利 什麼叫做政府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政府在什麼情況之下是違規了 按照我們對自然法的判斷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起來革命 那我們起來革命呢 我們集體行動是可能的 因為我們不需要像主權者那樣子的代表 他不需要去講這些東西這樣 然後這些東西他還要去講說 政府他違規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他侵犯人民的財產權 那這也是他看到查理斯特斯做的這些事情 他侵犯人民的財產權 他越過國會而想要去徵兵這樣 所以為了要去證成那個抵抗權 革命權的財產權 他也必須要去講說 那財產權的基礎是什麼 因此你的政府不能夠越過國會 而去徵稅 去徵兵 不然你就侵犯人民的這個財產權 對不對 他為了要去講 他其實就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革命權 是確實是人民可以擁有的 他就要去講 他要去重構所有或不是講過的這個東西這樣 那還有第二個 大家要去講 為什麼這是第二個 那第一個是什麼 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霍布斯他基本上認為說 人可以不需要神就可以建立政治秩序 我們光是靠人的理性就可以辯論出 一個在真正狀態中的自然狀態 大家都會crime自保的這個權利 然後大家一直都會陷入混亂 然後大家會因為怕 想要成立政府 那霍布斯的整個過程都不需要神 這種完全不需要神的論爭 在第十七世紀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的 大多數那個時候都還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這樣 大多數人的這個對於政治理論的主張 都或多或少有神的這個支持在後面這樣 霍布斯的那個理論是完全是說 完全不需要神的 對洛克拉來說他覺得不可能 當洛克拉在主張他的這個革命權的時候 他發現每一個環節 他要去解開霍布斯帶來的困難 他都或說或少要訴諸神 他開始發現說事實上呢 如果不是一群基督徒 然後基於對神的信仰的話 我這個人民的抵抗是沒有辦法被正立的 如果人的抵抗安全沒有辦法被正立的話 政府就是沒有辦法被管制 沒有辦法被控制的 那我們就只好接受絕對政府 那絕對政府底下 人民是很可憐的 人民的這個生命才能安全是很容易被君王威脅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對神的信仰在背後的話 你確實很快的就會被導向霍布斯 然後霍布斯那個世界 對於洛克拉來說其實是極度不穩定的 因為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感 人與人對主權者沒有信任感 沒有信任感的這個社群 對洛克拉來講 他並不是一個有可能能夠長久存在的一個社群一樣 可是人與人之間怎麼樣有可能有信任感 人對政府怎麼樣有可能我信任這個政府 我付託給他 我選舉選出他之後我就讓他做四年 我不會在中間就把我的信任完全的撤除 如果你可以不斷的把你的信任立刻撤除的話 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信任感的話 對洛克拉來講這個真實社群是很難非常良好的 這個被治理和被維持下去的 甚至包括非常多 包括人與人之間為什麼平等 對洛克拉來講人與人之間平等是完全的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去理解的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話 你看到人與人之間就是不平等 有些人比較聰明有些人比較笨 有些人武力比較大 有些人武力比較小 有些人家事比較好 有些人財產比較多 人與人之間就是不平等 你怎麼能夠去想像人與人平等 那你怎麼能夠去想像人與人平等 還包括我不能夠在你沒有同意之下去統治你 對洛克來講 互不是的這些想像 都只有基督徒才有可能去想像 因為基督徒在信神的整個信仰裡面 基督徒每一個人都必然想像 每一個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人都是上帝平等的造物 沒有任何人被上帝賜予他更多的權力 來去統治任何其他人 他認為基督徒很容易接受這件事情 而且基督徒也很容易相信 因為你信神 因為你讀聖經去瞭解神 他直接review了這些文字 然後你因此可以去解讀某一個 以神為基礎的這個自然法 因為這樣子你才有可能真正去相信 有某一個更厚的自然法的存在 自然權利的存在 讓我們可以互相信任彼此 在革命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一個主權者代表我們 我們這群人就可以代表我們自己 然後去對抗這個主權者 這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信任感 我們才有可能做到 然後這個信任怎麼有可能存在 只有我們是基督徒 才有可能能夠有這樣一個信任感 因為我們相信神的存在 因此我們相信神的很多蛛絲馬跡 因此我們對人有足夠的信任 所以對洛克來講 政治秩序雖然完全是為了和平安全和財產而建立的 可是他最後最後那個基礎 必須要是基於對神的這個信仰 不然這個世界是非常非常難以真正穩定的存在 他不相信人自己辨識到的自然法 就像霍布斯做的 不相信人自己簽的約 真正可以建立一個穩定的政治社權 一定還是要靠一個最終的神的信仰在背後 這是洛克的這個想法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歷史是直線演進的這樣 你看霍布斯是比洛克更世俗的 洛克反而是因為他非常徹底的在去認真的思考 到底這件事情怎麼樣有可能穩定 他去做了很多政府真正的相關的行政工作 對不對 他真正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英國政府的大成人工作 他參與的幾乎是革命的一件事件 然後他不斷的去想說 他到底怎麼樣有可能讓革命權是有可能的 怎麼樣有可能 因為革命之後還能夠產生穩定的政治資訊等等等等這樣 那這些事實上都會跟他 《聲明大道》的那本書有關 就是這個 It's a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就是人的認識能力的這個論文這樣 那他在人的認識能力這個論文裡面 他事實上後來越來越悲觀 他認為人真正能夠辨識自然法的關鍵 不在於人類純粹的理性能力 而在於因為你對神的信仰 你相信神說了很多住世馬跡之後 你信仰有一個上帝 他真正的去希望人們過著完全 你要去相信上帝真正去期望 所有人類能夠獲得保存 這是上帝最主要的意志 每一個人 每一個生命都要能夠獲得保存 這是上帝最基本的意志 對於人類該怎麼在這個世界中生存的一個 最基本的自然法的一個最基本的意志 你要相信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相信這個東西的話 你很難進一步推出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比較厚的一群自然法 或是自然權利 你要相信上帝有這樣子一個好的意志 比如說你看 大家已經讀到了對不對 洛克講了一個自然法 其中一條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積極的去保存自己的生命安全 這是第一個 自己的生命安全 第二個 當你的生命安全和其他人不衝突的時候 你有義務要保存全人類的生命安全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當那個人沒有違法 沒有違反自然法的時候 你不能夠去侵害他的生命財產 還有人身自由 這些跟生命安全有關的事物 三個自然法 有沒有 你看這三個自然法怎麼有可能能夠成立 你怎麼可能會有 相信第二個自然法是說 當我和別人的生命安全不起衝突的時候 我要去盡力保存他的生命安全 所有人類的生命安全 如果沒有相信有一個神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去相信第二條自然法 你知道這個自然法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今天如果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氣候暖化 很多太平洋的小島 事實上就快要被淹沒了 有一些小王國可能會就滅了 他們可能就死了 因為各種氣候變遷的海水倒灌的關係 這樣 那你如果是活在一個富裕的歐洲 歐美國家 對不對 你為什麼會覺得你有義務要去幫助他們 要去克服氣候暖化 我們怎麼可能 有可能去簽一個氣候暖化的協定 讓這些富裕的國家 願意有義務去幫助這些 受到氣候威脅的這些島嶼的人 按照或不是的想法 不可能啊 我就是為了自保而存在 我透過人的肉眼看到 就是人為了自保而存在 這件努力的掙扎 所以或不是只有看到 人為了自保而努力這件事情 可是洛克會說 如果你真正相信上帝的意志 是要保存所有人類的生命的話 你就會覺得第二條義務是合理的 不是嗎 當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 沒有起衝突的時候 那洛克還是一個現實 他沒有是一個超級理想 他是一個現實的 我還是自保優先 如果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 我會先選擇我的自保 我不會去幫助你 可是當我和你的自保沒有威脅的時候 我要盡力去幫助所有的人 你看他的治安法有第二條這條 這條是對人非常非常強的 對我們這個自私的現代人來講 非常強的一個義務啊 如果怎麼可能推出這個東西出來 對他來說 你只有因為你相信神 才有可能推出第二個這個東西 你就會相信這個第二個東西是合理的 因為你相信神確實想要保存所有人類生命的安全 你如果是一個無神論者啊 如果根本不相信你推得出第二條 所以他的這個簽約的世界裡面 不可以有無神論者 無神論者是不會相信第二條的 只有基督徒真正相信上帝的人 才會相信第二條 然後第二條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了 第二條就代表著呢 我們這個政治社群大家會有基本的信任感 代表著我們革命的時候 大家會願意有那個信任感集結起來 代表說人民在判斷政府是錯誤的時候 人民不會隨便亂判斷 對不對 政府通常都會覺得這個人民是爆 根本就是為了自己的自利的原因 不是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的理由 然後覺得這些叛亂的人民是很糟糕的 可是對洛克來講沒有 人民是有真正的可能 基於大家這種集體的幫助所有人的這個欲望 而去做出一個公正的判斷 政府就是錯的 你如果沒有第二條的話 你就不會有這樣一個相信人民有判斷 這樣子為了整體利益而去判斷的能力 你如果相信每個人都是自利自私的 你怎麼可能相信社會運動是真的 你只會覺得社會運動只是在爭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已 我就想要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冷氣機 大家都是好意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已這樣 可是社會運動如果是一群人是真正的 為了其他人的保存 而去對政府做某種譴責 或是某種抗爭的話 你就必須要相信第二條 上帝確實刻意的某種義務 在你的資本上 我至少不充足的情況之下 要我盡量去幫助所有的人 所以當我們這群人民去對抗 去推翻政府擁有革命權的時候 這樣子的行動是有可能的 不管這樣的行動你怎麼可能去選擇 還是有可能的 除非你相信神 所以羅克這種神本信仰 神本我們現在講人本 人本是一個推翻神本之後的一個想法 可是羅克這種神本信仰 最終最終你必須要有一個信仰神這件事情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在讀他的政府論次講 我發給你們那個講義大家要去念 你們剛開始讀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一開始就是神 神告訴人應該怎麼樣 神告訴人應該要怎麼樣 你就覺得很奇怪 羅克不是一個大家公推的一個很進步的思想家嗎 這個革命的理論家嗎 財產權一個最偉大的一個正成者嗎 他怎麼可能開口閉口都是神 覺得非常的奇怪對不對 神講這些話我幹嘛要去接受他 可是對方羅克來說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相信神 他講了其他的一切才是有可能的 大家可以看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圖 就是當他如果在講自然狀態的時候 他可以包含這一二三四五樣東西這樣 那他在 然後這是一群人他們簽約 那他們簽約有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是要成為一個people 所以他們可以集體行動 那這個people他們有權力革命 那這個people他們也有權力制限 決定政府的形勢是什麼 那簽約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把立法權和這個執行的行政權 交給這個政府 那其中立法權是最關鍵的 那立法權如果要牽涉到 人民的這個財產權的話呢 他一定要經過人民的通意 所以需要有代表這樣 那羅克他最想最關鍵的 他在那些exclusion的爭議中 最關鍵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去證成這個東西 人民革命的權利 所以這一切的設計啊 都是在為這個東西有準備這樣 你如果相信自然狀態是一個 人人為戰的狀態啊 你大概就不會相信人民有革命的權利 因為你覺得無政府就是一個人人為戰這樣 所以羅克想像的無政府的自然狀態啊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相對上 一個還算過的生活過得不錯的狀態 這是羅克的自然狀態這樣 所以對羅克來說自然狀態和戰爭狀態 是不一樣的兩種狀態這樣 當人們這個決定要發動革命 回到一個自然狀態的時候啊 他們雖然和政府處在一個戰爭狀態 可是他們自己啊 人民自己之間啊 是有可能因為了解自然法 而互相彼此 這個美好的對待對方 因此有集體行動的可能這樣 這必須要去構思到自然狀態 是有可能是一個良好 互相相處的一種狀態 你才有可能覺得在革命的期間 人民可以相處的還不錯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這個 街頭抗議的場合 當一群人這樣集體坐下來對不對 然後準備要去這個 就是大家就是坐下來在抗爭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群陌生人 大家都互相不認識 就可以坐得那麼的靠近這樣 這樣的一種彼此的善意 然後為了某一種大家覺得 比較公正的一個立法或是 這樣一個政策 努力去行動這件事情如何可能 對霍克斯來說覺得不可能對不對 可是霍克來說你看 這群上街頭抗議的人啊 他們基本上 more or less 他們可能是在做違法的事情 而且常常因為政府管制的原因 他們覺得是違法的事情 為什麼一群違法的人啊 他們仍然可以 在一個沒有政府立即掌握的一個 準自然狀態之下 大家相處得還不錯 霍克要不需要去想像這件事情 是有可能 所以他沒有政府的自然法的自然狀態之下 他要去設想 為什麼人們可以互相相處得還不錯 這時候我們要去想像 沒有任何政府的法律和管制 所以霍克狀態是沒有任何政府的法律和管制的 為什麼人們可以相處 還可以集體行動 一起去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樣是有可能做到的 那是因為對他來說 那是因為每個人啊 即使沒有政府的法律管制 沒有任何的 而且必須還要拿掉 所有的穩定的傳統文化 價值觀啊 穩定的所有的社會政治文化 全部都拿掉 因為你可以想像 在那個時候英國內戰的時候 所有傳統的這些價值 全部都被顛覆了 我們現在上街頭 事實上這些人沒有被顛覆 所以事實上是更容易的 可是對霍克來說 那個時候 所有的傳統家庭都被顛覆了 那你要怎麼去想像 一群不需要靠一個 穩定政治文化的一群人 他們能來可以互相過得還不錯 互相組織合作起來 這是一個純自然狀態之下 然後可以一起行動 對來說你只有一種辦法 只有很想像 就是說 他們可以透過他們的理性啊 可以去辯認出自然法 這個自然法呢 他們相信是上帝賜於人類的 上帝希望人類怎麼樣 互相相處的一組法律 這是上帝賜於人類的 因為人的理性可以認知到這群自然法 所以人們可以互相和平的相處 互相不侵犯對方 而且可以互相激勵合作 在所有沒有其他條件之下 我們只有靠人的理性 可以去辯認出這群自然法 人才有可能 互相相處的不錯才有可能這樣 那這 這組自然法對他來講啊 你在思考的時候 就是洛克在思考的時候啊 他事實上就是上帝給予人 就是人作為上帝的造物 上帝要人與人之間互相負擔的權利和義務 所以他的自然狀態的想像啊 並不是一個 已經在互相廝殺的這個戰爭狀態 他自然狀態的想像是說 如果都沒有政府的話 如果每個人理性都可以認知到自然法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會出現什麼樣子的一種 相處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並不是事實上發生的 你可以想像事實上的情況 是每個人理性都被激情所摺斃 對不對 大家就瘋狂的廝殺啊 瘋狂的仇恨 互相瞧不起對方 不信任對方啊 這是事實的情況 常常事實的無政府狀態 是一個非常悲慘的真正狀態 如何也知道 而且如何也非常的不相信人 所以他想像的自然狀態 其實是一個假設性的 其實很強是假設性的 就是說如果人的理性 真的可以認知到自然法的話 可以認知到上帝給予人的命令的話 即使在一個沒有政府的狀態之下 我們都可以看到 人們可以互相像出來還不錯 所以在革命期間 如果我們這群人啊 我們的理性積極的發揮作用 我們都可以認知到自然法的話 我們就有可能作為一群好的 一群革命的一群人民一樣 可是他是假設性的 他並不是說任何的革命都可以發生 任何的內戰都會發生 沒有 大多數的內戰革命 事實上人們都被畸形所折逼他的理性 可是如果人的理性發生作用 這樣子的自然法就是有可能的 那是什麼樣一個狀態 你看所有的自然法都是因為你相信 上帝他是will 他的意志是希望所有人類都能夠獲得保存的 上帝是這樣子希望的 所以你詮釋什麼是自然法的時候 你要一直要回到這樣一個上帝的旨意 上帝一定希望所有人都獲得保存 所以上帝不可能會去允許 每個人都是一個完全自利的動物 那我們當代這個生物學家會講說 人有自私的基因 所以人都是自私的 如果一定會講說不可能 因為上帝他就是希望全人類獲得保存 所以上帝一定在造人的時候 在人的基因裡面一定會放置了 counter自私的基因的其他的基因 對洛克來講 那是因為你相信上帝存在這樣 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話 你可能就很容易就被生物學家帶著走 你覺得人都是自私的 那自私的話 那我就跟你不斷的在競爭權力就好了 其他就沒什麼話好說了 對不對 可是就是因為你上帝 所以你會不相信這個生物學家講的話這樣 好 那在洛克的這個 對自然狀態的這個詮釋之下 第一個是 我把這個nature equality放在講底 就如果都沒有政府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能夠透過理性認知自然法 認識上帝的旨意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說 上帝事實上是給每一個人 有一個自然的平等的一個地位 沒有任何人啊 在自然狀態沒有政府的情況之下 他有更多的權力去管理別人 治理別人 管轄別人 控制別人 沒有 每一個人都被上帝要求 如果你有權力管轄的範圍 是這樣的話呢 別人也會有同樣的管轄範圍 每一個人是互相對等平等的 上帝已經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之下 給予每一個人完全平等的 權力治理某一個範圍的那個權限 他不會給這個人更多或是那個人更少 他給每一個人都一樣 那大家可以去連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跟治保有關 其實會是有關 因為你看喔 如果上帝他 因為軍權承受論上會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上帝他事實上在創造亞當的時候 他事實上把所有管理土地的權力 賦予了亞當 所以亞當以後生下來的所有的子孫 他都自然而然是大家的王 因為這個是上帝他傳給亞當之後 然後藉由這個副長繼承權 不斷一代一代的繼承上帝的神的旨意 所以你所有的君王 他之所以能夠統治你 都來自於他的血脈 可以連到亞當 所以他擁有上帝 賜予他的這個統治的權力 這個是洛克那個時候 他要對抗的軍權承受說的 其中最有利的一支 那這一支的這個倡議者叫做 Robert Filmer 那洛克就會認為說不對啊 你如果認為所有 你如果認為上帝確實賦予了 某些人統治的權力 某些人沒有的話 那我就永遠不可能去抵抗他了 那如果永遠不可能去抵抗他 他如果任意要毀滅我的生命 他會怎麼樣保存我自己 所以我們如果再回到 上帝要每一個人類都能夠保存這個旨意的話 你就不會認為上帝會給每一個人不同的 這個統治的 在智商當中有不同的這個統治的權限 人與人之間如果能夠有不同的統治權限 一定是來自於我的同意 願意讓你有多一點的統治的權力 願意讓你成為我的君王 那我同意你這件事情就可以控制你 讓你不能夠任意的傷害我的生命財產自由 對不對 除非我們原來都平等 然後你是基於我的同意而成立起來 我才能夠因此能夠確保我的生命財產安全 如果你是被上帝賦予了 你就有比較高的統治權限的話 那我就沒有辦法保護我的自保了 這個就違背了上帝的這個旨意 上帝要每一個人類都能夠獲得保存這樣 那這裡面也有包括人們可以平等的享用大自然的利益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平等的管轄範圍 就包括說你要使用自然的這個資源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的 這是一個自然的平等的狀態這樣 沒有人可以擁有比你更多或是更少 大家都可以平等的使用大自然的所有資源 這是為什麼上帝賦予每一個人有或多或少相等的官能 雖然每一個人能力會變得不平等 可是每一個人的基本理性 認識自然法體認到平等 願意尊重別人 這個理性的官能是平等的 這個是自然狀態之下的平等的狀況 Nature equality 然後自然狀態之下 人們也是自然自自由 Nature freedom 然後大家看這個洛柯對於 freedom 的描述 已經跟霍布斯完全不一樣了 大家對 freedom 描述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首先呢 所謂的叫做完美的自由呢 是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斷 完全去安排自己的行動 處理自己的財產和人生 這個跟霍布是一樣 前段跟霍布是一樣對不對 自然狀態之下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最佳判斷 去支配自己的任何的這個權力 身體自由財產的這個範疇 可是如果大家沒有推到說 你可以去touch別人的財產 沒有 這是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自然狀態之下 你雖然有完美的自由按照自己的判斷 去安排自己的這個行動財產 possession我們把它翻譯成財物 財物 財物不是財產 和人生 和你的這個人生 你的五官啊 四肢啊等等 可是啊 雖然你有這樣子的自由 可是啊 你仍然會認知到 有一個自然法的界線 去限制你這個自由的範圍 這個自然會要求你不能夠去干預 或者去侵犯別人的自由的這個範圍 所以會有一個自然法在這個 perfect freedom的這個情況出現這樣 而且啊 你的perfect freedom還包括了啊 你不需要依賴任何人的意志 而能夠行動 而能夠自由的行動 你不依賴任何人的意志 所以它的perfect freedom 大家看包括那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做任何的這個這個 去支配任何的行動財物和你的人生自由 第二個是說 有一個自然法管轄住人與人之間的這個 行動自由的這個範圍 你們之間不會彼此侵犯對方 然後第三個是說 你在起始這些自由的時候呢 你不需要依賴他人任意的意志 所謂不需要他人的依賴意志 後來成為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 沒有任何人他是一個這個 像一個這個霍布斯的主權者一樣 霍布斯的主權者 他其實就是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生命都依賴於他的意志 他要拿走你的自由 你就被他拿走了 他要拿走你的什麼 你就被他拿走了 你就要乖乖聽他的話 你就依賴於他的專斷的意志 可是在洛克想像完美的自由的狀態之下呢 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去 去行使自己的這些權利 然後人有一個自然法去形成一個界線 讓我無法任意去侵犯別人 而且呢 還有一個條件是說 我不需要依賴於任何其他人的意志 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他的自由是包含這三個條件的 那你可以看啊 霍布斯的自由啊 比這個單純非常多 霍布斯的自由是跟法律是 或是跟阻礙 或是跟這個界線是互相違背的 對霍布斯來說 自由就是我想做什麼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可以干預我 對不對 可是對霍洛克來講不是喔 什麼叫做自由 自由是說有一個界線清楚的 畫出了你自由的範圍 在他人自由的這個範圍 而且這個 而且這個劃分是可以從自然法 編證得出來的 而且所謂的自由是你不依賴於任何其他 更高於你的權利的意志 而能夠行使你的自由 可是你看霍布斯沒有喔 霍布斯 我的這個主權者啊 大家想想看 對於霍布斯來說啊 我這個主權者只要沒有用法律 或是用物體的力量干涉你 你就是有自由的 對不對 可是這種狀態 對陸克來說啊 如果你還是要依賴於這個 專制統治者的話 你還是不是自由的 所謂的依賴的意思是說呢 今天他如果給你一個自由的範圍說 你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 你好像擁有了霍布斯的自由對不對 可是對陸克來講 如果這個統治者啊 他可以讓你擁有自由的那個階間 他可以任意的縮減縮小 或是甚至把他完全的拿走 你就是還是依賴於他 你就還是不自由的 所以有時候啊 你會享有霍布斯的自由 可是啊 你卻是被一個專制主裁者所支配的 你可以想像嘛 你看喔 在台灣過去的威權時期啊 很多威權的捍衛者就會講說 威權時期就是人民享有99%的自由 只有1%的自由被政府控制住 所以人民是自由的 對不對 想經過 more less 維持一個穩定的法律體制 對不對 你只要在他控制的範圍內 他不會任意的管理 所以你就是享有很大的這個自由 所以威權體制之下 對霍布斯來講 人是蠻自由的啊 對不對 而且如果這個法律管理的 管理的少 我就越自由 我的自由程度是按照這個 威權者他設下的法律 這個範圍界限而決定的 對不對 所以在威權統治底下 對霍布斯來說 我可以非常的自由 只要這個威權統治者 他法律定的少 對 那雖然1%的自由控制 在這個威權統治者手上 可是我還是很自由啊 對霍布斯來講 或是對於這個威權的 這個捍衛者來講 可是對霍布斯來說就不是啊 為什麼 你今天其實享有 百分之百的自由啊 百分之99的自由 在威權體制之下啊 只要那個威權的統治者啊 他可以再有一天把那個 百分之99的自由完全的收回 你就還是被他 你就還是依賴於他 你就還是被他支配啊 他今天給你的百分之99 明天給你百分之80 後天給你百分之20 再後天可能給你百分之99.5 他都可以任意的 這樣一個支配你的話 你其實今天享有百分之99的自由 你像霍布斯所說 你擁有百分之99的自由 可是那百分之1的自由 讓他可以任意的取消 縮減這百分之99的自由的話 你就是還是依賴於他 你就還不是自由的 你就還是被他所控制 他就還是一個 所謂的 arbitrary power 或是 absolute power 這也是這個 這個洛克他對於絕對王權 和這個得一個基本定義這樣 專制統治者他可以非常的啟蒙 enlightened despot 拿破崙對不對 他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所以他訂了很多法律給你這樣 讓你享受很多的自由這樣 或是就會說讚 這是一個好君王這樣 可是對洛克來講啊 只要這個君王他是 despot 他就是有一天 可以把你的自由全部都拿走 只要你的自由的最終控制權 在他手上啊 他今天其實給你再多的自由啊 你還是被他支配 他也是一個專制的統治者 他也是 arbitrary power 一個專善的 一個絕對的統治者 絕對的統治者 並不是說每天都在管你 不是 而是他有一個最終的控制權 可以把你的自由全部拿走 只要有人有這樣子的一個統治權 在治理你的時候啊 你就對洛克來講你就是不自由的 你看你想想看 你今天去上海居住啊 你就會發現啊其實很自由啊 我經商生活等等 其實政府都不太會管我這樣 然後言論自由 Moralex大家可以聊天啊 政府也不會管我啊 你可能就會覺得啊 在上海居住很自由啊 這沒有什麼不自由啊 可是今天如果那個政府 他可以隨時把這個自由縮減 隨時忽然說這句話不能講 那句話不能講 然後把他們的自由忽然取消 或是某一個社會忽然的放大 只要那個最終控制權 在那個政府手上啊 而不是在你手上啊 他就是專制政府 他就是一個 arbitrary power absolute power 你的意志啊 就依賴於他的意志身上 你就不是自由的 可以嗎 對 好 所以你看 你光是看洛克這個簡單的這句話啊 他就已經在講 為什麼這個絕對的專制的王權 他是違背自然法的 因為在自然法裡面 我想有的自由啊 第一個你看 我會按照我的判斷 處理我的行動 財產和人生 而且自然法會合理的規定 我不能夠任意的侵犯 他能不能夠任意的侵犯我 這個情況是一樣的 如果有一個人啊 他可以說我今天在尊重你 然後明天侵犯你 沒有一個合理的界線的時候啊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就這條線 你就是不能夠侵犯我 你如果沒有這個 控制的能力的話啊 你那個自由就還是假的 他都還是暫時的 所以你要有一條明確的界線 那他界線是合理的 就是自然法 去限制他不能夠任意的侵犯你 你的自由才是真正的你的自由 而不是可以任意在明天 又被別人剝奪的自由這樣 所以有一道自然法去切割別人不能夠侵犯你 這是相對於你和人與人之間的 有一個合理的界線 我們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你不會侵犯你 如果這條合理的界線不存在啊 我就不會擁有一個真正的完整的自由 因為別人可以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來侵犯我 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其實是針對於你的上位者 如果有一個上位者 他基金其實給你100%大於99% 他如果明天就可以收回去的話 你就是還是依賴於他 你就不是真正享有一個完整的自由這樣 真正享有一個完整自由是 你不能夠依賴於一個 他可以任意的去取消你的自由那個人 你不能夠依賴於別人的意志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 所以在這個第三個條件之下 他就已經譽涵了說 你今天之所以允許那個人可以統治你 擁有比你更多的政治權利 唯一的一個可能性在於 你可以持續的控制他 讓他不能夠任意的取消你的自由 如果不能的話 你就是依賴於任何其他人的這個意志 你就並不是一個處於一個自由狀態這樣 這個大家可以持續去看 我可能就不細講了 就是到底他的自由指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大概就我講的那樣子 所以你可以比較霍布斯和洛克兩人 自由概念的不同 那有些人會把洛克講的自由 把他叫做所謂的共和主義式的自由 那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結果他這個自由其實強調的是說 我不只要有一塊領域不受干涉 那個是霍布斯講的 霍布斯講的 不受干涉我就是自由的 那是霍布斯講的 可是多多多來說不夠 你不僅要不受干涉 你還要能夠控制那個人 讓他不可以把你不受干涉這塊領域 可以任意的縮減或減少 你要有那個控制的這個權利 你沒有這個控制的權利 即使你今天想有99%不受干涉 都還是假的 你都還是被支配 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不受支配 是non-domination 是non-arbitrary interference 我不被你任意的干涉 你可以干涉我啊 事實上所有的政府都需要干涉 才能夠去保障你的自由 要定定法律嘛 對不對 所以干涉本身並不是一定對自由的侵犯 可是如果能夠自意的干涉 就一定是對我自由的侵犯 那代表說我沒有辦法控制你明天 會不會把我的自由拿走這樣 大概是這樣